大家早晨 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月祖的第三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甲方奥斯卡掌刮风波Will Smith应该受到更大的谴责 粤方奥斯卡掌刮风波Chris Rock应该受到更大的谴责 今天代表的对赛双方 甲方是保禄六世书院的同学 欢迎你们 粤方是基督教圣约教会兼乐中学的同学 欢迎你们 现在介绍是双方辩论员 首先是甲方主辩王嘉宜同学 一副曾润琪同学 可以向大家示意知道你是谁 可能会影响你算不算到最佳辩论员 二副王子嘉同学 协便王佩怡同学 粤方开变 即是主辩陈添同学 在这个位置 一副黎芯妍同学 一副黎芯妍同学 二副陈嘉荣同学 协便高宏就同学 由于我们选最佳辩论员 其实是根据台上以外 参考同学 在全场的表现 所以同学要令到评判 认得你是谁 都很重要的 今天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 作为赛事的评分 首先有香港华人书院 中文辩论队教练 张晋伟先生 然后会知中学辩论队 理政权老师 最后就是我自己 资深传媒人及沟通顾问 王教卫女士 多谢大家 我都要看一看才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 本场的比赛 是分为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和结辩是六个环节 有关赛规相信大家都清楚了 是吗 特别提一提 就是我们今次在计时 大家要想一想 因为根据zoom的正常情况 是不容许有两条声一齐出现 所以当同学在说话 就算我人肉叮 有机会同学是听不到的 因为听不到你的声 那怎算好呢 因此我们是有一个 做了手势的 剩下30秒的时候 叮 会看到这样的东西 我会遮住这样的 然后够钟的时候 叮叮 我是会这样的 所以提一提同学 就是除了听声之外 建议你们有空 就看下镜头 以及发挥你们职业辩论员的 时间管理的感觉一下 就是感觉一下 因为的确有些同学 在另一些场数 就说听不到的叮叮 结果就一起超市 这个不理想了 希望同学就没办法了 妄想作赛有这个情况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今场的比赛了 好吗 现在首先请甲方的主辩 你是有四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 说可以 可以 主席 主席 评判在座各位 早前奥斯卡攀像典礼当中 攀像嘉宾克里斯·洛克 以更像影帝为史密夫的妻子 曾达离开玩笑 曾达因患有皮肤疾病 而经常调法 所以他自去年开始就以平头装饰人 克里斯在典礼上 说很期待见到曾达出现 半岸红心续集的美军士兵类主角 在场部分观众 包括韦史密夫都因此而发笑 但当曾达收起笑容 韦史密夫的态度即刻改变 冲上台掌握克里斯 回到座位之后 继续与粗俱言大马克里斯 事件引起极大争议 公众对于谁对谁错 各持不同的立场 我方今天衡量变题的准则 是从事件的本质 和影响你衡量 二人何者应该受到更大的谴责 我方论点有二 第一 从本质而言 单就史密夫的举致来说 众所周知 暴力是不对的行为 父母、老师都会教导我们 遇到任何事情 都不能用暴力去解决 而史密夫在试次事件当中 用打人的方法 去面对克里斯的言语不当 就明显不可取 正如从法律层面而言 暴力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如果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就更加会受到惩罚 相反地 言语不当 未必会受到惩罚 单从这个层面来说 就知道暴力是更加不正确的行为 又例如伤人罪和诽谤罪 前者是刑事 后者是民事 明显前者严重程度较高 故此韦史密夫的行为 教克里斯更应受欠责 第二 从影响而言 美国影艺学院 是一个由六千多名电影界 专业人士组成的非营利组织 同时也是奥斯卡的主办单位 在演艺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韦史密夫作为一个美国影艺学院的成员 他的一言一行 皆代表着学院 本来就应该谨言伸恨 更加应该明白言语、行动失控等 对其自信 以及学院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有多严重 而克里斯·洛克只是作为奥斯卡颁掌电力的嘉宾 其实史密夫遇到这种情况 有很多种解决方法 例如在第35届香港金像奖攀领上 刘嘉宁作为嘉宾 为最佳男主角开掌前 弃弱感到自己是影帝研究专家 称郭富城不够顾家、研究专一 难以成为影帝 但最后即使郭富城荣获影帝 上台支持的时候 也没有因此打刘嘉宁 甚至港大有任何讽刺意味的说话 史密夫完全可以在领障感而中 以温和有礼的态度去表达自己的不满 也可以在领障典礼结束之后再次回应事件 但他偏偏选择了最偏激最不恰当的处事方式 不单只为自己带来飞椅 更加为美国影艺学院带来明月上的损失 既于以上两点便提理应成立 最后想请问友方立场 韦史密夫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责任呢? 多谢各位 嘉宁开变所用时间是3分14秒 所以未需要叮叮 好,接下来就到粤方的主辩同学 同样你是有4分钟的时间 Testing, testing 好 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Testing Testing 主日评论在座,各位大家好 韩雷虎影声Will Smith 今年3月27日 在奥斯卡班上电影上掌握 牌声Chris Rock事件 他说是令到大众哗疑 此而更多人关注的是 两位影声之间 哪个的错 或者是哪个需要承受更大的演习呢? 而要了解清楚 就要来声事件的客观事实 首先在今年的3月27日 Chris Rock 以美国人自身电影 判断不心中的女主角的平头影像 他比喻荷虎影声Will Smith的妻子 Jedda Pinker Smith 因为Q发症而成了一关头形象 他试检第二集的动脑红森 当时Jedda就面有蓝色 周眉头 如果Will Smith看到他的妻子 就忍不住冲上台掌握Chris Rock 而之后Will Smith他领掌的时候 就向在场的人倒截 并为高破坏演场的气氛 而动物自欠 之后再一次在水平门底上 再一次向全部人倒截 而反过Chris Rock 之后他完全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更有发表过 如果有人给钱我 我就肯说的 要分析这件事 我们由三个方向做出分析 第一 语言暴力的伤害 Will Smith上台 打人造成的物理伤害 是无可反应的事实 何方都不会讨论和计同 然而大众所分析了的是 语言暴力造成的伤害 结束后果 相比起肢体暴力造成的后果 其实可以相等甚至更加严重 在中国每年有500单 因为父母严言暴力而造成自杀的案件 在日本高空时期 有70名日本人自杀 整个大部分都是上司的国家人的辱骂 而美国预防自杀基金公司 表示在2020年 青少年自杀率上升了56% 根本值得上升了60% 整个百分比 成因都会因为效盐欺凌造成 以上的国案 也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事后研究这些自杀案件的试捕者 大部分人都没有想过自己的言语 会造成那么大的后果 要是自己也只是开玩笑 自己就认为受害者可以承受得到 这些言语 事后都感到后悔自己的行为 延避这次的事件 以身体作为病症 科换笑 后果是否真的比不上发掌呢 第二 Chris Rock的重复犯错业和道调 在第88个奥斯卡金像奖 即是今次事件的前六届 Chris Rock就因为 以亚洲人的黑板人像 开玩笑 除了在公众野利争议 更加被纽约时报 华星辰有报等 年龄批评 但是他更加 他都没有公开道调过 然而经历过这些争议的 他不应该对这方面的言论家加感受 完全是显示了 他完全没有反映过自己的行为 反映Mill Smith 事后就多次道歉 以此除其负义 他都负了应该要负的责任 难道Chris Rock做成的商贷 都可以接受和无事吗 最后就是两者的动机 作为骞星 是要以取越大众为工作 但不能接受的是 是以开他人玩笑 开他人病症的玩笑作为工作 论校论君子也有说 富与归是人之所谷 不以其道也知 不除也 难道今日有人以伤害的人为工作 大家真的会接受到吗 再看回Mill Smith 去到自己家人出手 虽然行是绝对不可水 但是动机都是情有可原 再加上刚才有康和我都看到 肢体暴力是绝对有错 是不可接受到为言论 那程有康和我就没有什么可理 我们当然是承认打人是有错 但是有康和我一直是不见的 是语言暴力的伤害 我刚刚都提及到全球 但是因为语言暴力 造成的自杀案件 和患上幼屈症的数字都不断上升 日本高峰时期更加有70人自杀 有康和我看到这些数字之后 是否还这么冷血 是否认为语言暴力可以发示呢 语言暴力上 香港的层面上是比肢体暴力更加可怕的 而且有康和我刚刚都提到 Will Smith是有讲粗口 为何不是语言暴力呢 只要看当中的预警 不过建朝字典 Will Smith所说的粗口是 形容词用于强调 是用于强调的时候 Will Smith所说的粗口 感觉着语言暴力 也表示这个粗口只是形容词 只是加强议暴力 所以今次掌华事件 应该受更大件事 谢谢各位 月方开辨所用时间是4分18秒 有过时 请评判在分子上 写下扣5分 接着到台上发问的环节 填写台上发问分数的时候 请评判特别留意填写的次序 特别是反方的分子 第一格依照的次序 先是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问的分数 在过程中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员 做台上发问 接着是粤方的同学需要回应 发问时间1分钟 准备时间1分钟 答的时间1分钟 45秒的时候 会听到由一叮 叮这样 大家就会看到这张纸 15秒 有没有疑问 没有疑问的话 现在先请隔方哪位同学发问 隔方二负发问 隔方二负发问 你是有一分钟时间的 准备好 说可以 可以 叮 主席、评判、诀各位 刚才有方 一开始就很着重 这个语言暴力的伤害 不让肢体暴力的伤害更加严重 但是有方同学从来都没有说过 为什么Chris Rock 他会造成这个言语上的伤害 而有方从来都没有说过 为什么Chris Rock 会有这样的动机 而请有方同学 在这个环节 论证清楚 Chris Rock 到底是否有这个动机 去做出这个语言暴力 多谢各位 好 现在开始 一分钟准备时间 叮 畢结成 十五秒 好 時間夠了 請粵方的主辯 Passing Passing 準備好 請說可以 可以 有位朋友剛剛問到 Chris Scott 怎樣造成語言導力 我剛剛已經說過 因為Jedda Pinker Smith 其實他有條法證而導致他要閃平頭 這個時候他還以這些病症來擋笑 是否真是一個好的行為 為什麼有這麼多更好的東西 我們可以做開玩笑 但是為什麼有更好的東西 我們可以做來開玩笑 但是為什麼要偏偏以他人的傷害 來做這個玩笑 我們可以以時事來做諷刺 甚至可以說一些花邊新聞來開玩笑 但是為什麼偏偏要拿人的傷害來開玩笑 那是不是真的更加好 我們根本沒有否認過 我們剛剛說的姿態暴力 其實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否認過姿態暴力 但是我們應該從事是語言暴力 其實是可以再說的 好 接下來就是到粵方的同學派代表 請問粵方派出哪一位做法文 粵方同學 可能会否承认到 你们只着重于知识暴力的伤害 而莫视社会这个错误的东西 莫视了语言暴力大的伤害 其实语言暴力大的伤害 可以更加深刻 可以更加伤害到臭害病菌 可以比起知识暴力伤害被害者更加深刻 一分钟准备时间开始 叮 感谢观看 有15秒 10秒 9分钟 还有15秒 完成 好,時間夠了,我們請隔方的主辯 好,準備好夠可以 可以 我方今天從來沒有否認過 我們都無法判斷 Cris和Will Smith 他們受到的傷害是更嚴重的 但是我方 請我方論證為何 我方今天不斷強調 因為Cris的語言受到傷害 也不能代表 可以以暴力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用Viu身旁的Jada 作為比較 Jada當初 看到Jada 剛剛提到 Jada 我方說 好,時間夠了 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一副的時間 現在請雜光的一副同學 試咪,試咪,請問清楚 有三分鐘的時間 明白嗎? 準備好,講可以 一遍 請 主席 詳家 今天有方一出來 就說 克里斯沒有對事件 作出任何的澄清 或是道歉 而相反 韋斯莫夫 反省過自己和道歉 但有方的邏輯十分奇怪 覺得指而事後補救 便便不用管他所造成的傷害 請問有方同學 如果犯罪者道歉 他所造成的影響或傷害 便當沒有發生過 众所周知,道了怯不等然要一定原谅,也不等于任何伤害都可以被弥补 人家不等于事情可以等于没有发生过 为何只要道了怯,小木夫受到的谴责就会比克里斯更小呢? 今天有方论点有三,第一就是由伤害来看 有方今天就说,杰达受到言语暴力,言语伤害比克里斯受到的肢体伤害更严重 不可以否认言语暴力的确是会有伤害,但今天有方在伤伤标准 克里斯说了一句带有一封痴声意味的说话 就等于言语暴力了一针,令他造成言语伤害 但克里斯被史密夫打的伤害就不是伤害吗? 克里斯被当众打了一巴掌,只能打的动作就已经受到身体实际的伤害 而从心理上来说,克里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的尊严 难道不会被掃地吗?既然有方不是伤伤心里的虫的情况下 都知道克伤伤会受到心理伤害 难道有方在有男性队员的情况下 不明白克里斯被打的严重性在哪里? 有方第二个论点,就是克里斯重度覆车 但其实克里斯作为奥斯卡班长典礼的嘉宾而言,他的职责 难道不是盡力令班长的过程更加吸引吗? 克里斯作为了他的职责 那为什么他会专专令杰达受到伤害呢? 正如我方主辩所说,其实史密夫第一时间的反应 都是觉得这个玩笑没问题的,甚至乎都一起笑 即使克里斯说了一句可能不恰当的说话 那为什么又会是克里斯主动挑起事端? 史密夫的反击又为什么会是合理呢? 其实恒量事情的对初,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义务论 但其实今天有方的标准很单一 按照有方你的逻辑,如果是因为人家挑起事端 为了保护家人而去打人 是不是就可以不理后果去打人呢? 而且正如我方主辩所说 一开始史密夫的第一时间反应都是觉得这个玩笑没问题的 那为什么会是合理呢?这个反击 其实恒量事情的对初,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义务论 它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本身和是非 本身就是行为的对初,不受到外在因素影响 是非就是一件行为,不能因为动机纯正,高相而成为道德 举例来说,其他人杀害了自己的家人 为了报仇要一命填一命,所以将其他人都杀了 这样都是不合义务论的准质 因为本身杀人就是一件不正当的行为 因此不可以单单看事情的动机就判定所有事情的对错 俄方今天就见不到史密夫的行为是当下情况的不意之选 多谢各位 家方一副使用时间3分11秒 是没有过时,所以不用扣分的 请粤方的一副同学 准备好,请讲可宜 可宜 谢谢 主席和观众各位,大家好 而在现金社会打人杀人杀人的暴力行为是犯法 大家都知道,有可能还会更加知道 而且大家都觉得难以用及接受 但只有这种叠指他人受到伤害和痛苦才叫暴力 这就是整整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问题 今次方哥演一个笑话 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都会说笑 跟朋友说,跟家人说 在现实说,在貌务上说 好像在任何时候和场景都会说 笑话可以说我们是常见又常说的 但我们不是什么笑话都可以说的 可能你们今天在街上见到一个小孩 他有五万多元的暴力公仔 大家都会笑一下,说一下 可能会说他妈妈看了他的眼神 他就会被人家说 再不然就像现在家司那样 出个铁门一遍,抽取一遍的宣传 那就互相打压 但是不是什么说什么都 加一讲笑两个字 或者开中文二话讲笑 就可以将自己和自己所说的东西 画清界线,什么事都没有 笑话的本质是很严重的 而且潜伏着某种颠覆性的效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笑话和边界 一个特以抖落为主体的表演环境 我们的容忍限度在哪里 而我们讲笑的界限又在哪里 内地著名德运地上升演员 张云雷先生 他一次演出一遍 以文川地银座上升笑话内容 其后被外界的期限作出道歉 但除了Chris Watt之外 其实中有不少的搞笑艺人 与这些公关操览究竟缘解呢 但为他们讲笑话不分界限 讲笑话底线 什么都拿来说 正事件的悲伤来说 对人的痛苦来说 这类型的口没低难笑话 已经想到别人的内心 令人中受到歧视和侮辱 严重的 为何可能大致言语暴力 为何使他人的内心心灵状严重创伤 在唱歌谱歌之后 内界也会有很大的回忆和讨论 那种人会说 官指导托不动手 他说得比不合得好 触手达错 就是他比较错 为何这种错误的时候会分析 大家都莫视到言语暴力 言语暴力 不是说打人也没有错误 但其实言语暴力也可以大致严重的伤害 他的祸害更加可能比暴力行害而弱 在2020年韩国体坎 当地男孩主攻手 金人特被发言老贵在街中 因为他承认化 他说今上邓锤鱼版 饱受网民的批评主乎 丙不信批评主义 2020年 2018年 2018年 香港达佛机械工程系 副教授 将其中他因为 饱受不住妻子对他的言语暴力 杀了他老婆 以上种种的例子都证明不了 对于受害者伤害的带养器 例如心理状态 怎样变成 怎样变成残物制裁的影响 为什么 以上个点 我们可以知道 实际上是有家客 不是什么都可以 听得来说 一字一问问 可能框枝毫无杀出力 但是他的伤害可以比较人 更加深入 各位 好 月方的一副同学所谓时间 3分17秒 又是过2秒 需要扣5分 请评判在分子上面 红色的楼档上 红色的颜色是反方 sorry 月方的一副同学那里扣5分 OK 接下来我们请甲方的二副同学 同样是有3分钟时间的 可以 定 主席 评判 各位 看到这里 就会发现我们今场有很多把尺 去衡量这件事件 到底谁做得更加错 到底哪一把尺才是最合理 最适合的那把尺呢 我们不妨看看 有方同学很重复地重新这三把尺 第一个就是受到的伤害 肢体暴力和语言暴力哪个更加严重 但我们看回背后那套逻辑 其实有同学不断地重复说 语言暴力很严重的 如何严重呢 主席就跟我们说有日本的例子 他受到上司的谴责 然后去自杀 然后又说香港青少年的例子 再去到一副的时候 也都只不过是不断地重复 语言暴力的伤害有多严重 但看回肢体暴力 有方同学有没有说过呢 没有说过的 有方同学其实看不到的是 肢体暴力它同样都可以带来一些 可能是令到人身体受到一些伤害 可以令到他的心理受到伤害 甚至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实际上受到伤害 而最严重的亦都可以带来死亡的时候 如果不明白有方同学 为什么可以说语言暴力 是比肢体暴力更加严重的 如果有方同学说到语言暴力是这么严重的时候 那为什么肢体暴力同样可以带来死亡的时候 这个Will Smith 的做法就是一个可取 就是一个适当的做法 而Chris Rock 他做的这件事 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做法 而看第二把尺 就是亚洲人 而看第二把尺 就是Chris Rock 他本身的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有方同学主编 就跟我们说 Chris Rock 他曾经用过亚洲人 去取笑亚洲人的黑板形象 有方同学说来说去 都只不过是Chris Rock 他做得有多错 但同样地都没有说到 Will Smith 是做成什么样的 有方同学 你说Chris Rock 他之前做过有多错的事 他经常得罪人 所以今次就应该受到更大的谴责 那方同学 你是不是即是说 现在坐牢的人 同样都是有做过错的事 那么他坐完监出来的时候 仍然都是会做更加错的事 所以都是要受到更加多的谴责呢 而方同学 你所说的这件事 因为Chris Rock 他背后做了些什么 而令到他应该要受到更大的谴责 是否合理呢 而去到第三把尺 就是动机 有方同学说 Chris Rock 有很大的动机去伤害 有方同学 我方台上发明的时候 都已经问过有方同学 到底为什么有动机 有方同学和我们游花园 从来都没有说过 为什么他会有动机去做这件事 而去最后 根本有方同学你都认识不了 为什么他会有动机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方不明白 但为什么有方同学说Jada 他受到的一些身体伤害很严重 所以Chris Rock 因为这件事 而未有动机的情况下 伤害他仍然都是这么严重 多谢各位 3分09秒是没有过时的 无需求分 接下来就到月方的二副同学 三分钟时间 可以 准备好讲可以了 可以 主席缓载的各位大家好 有方主便讲到香港的例子 请有方同学认称两个事件的严重性 是完全不同 刘嘉宁是质疑别人的专业性 但是Chris Rock Chris Rock 是用人家的先天性 就被人来说说 难道有方同学认为 两者是一样的吗 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 还有 有方一副说到 事后補救已经迟了 有方同学是否只是说 对自己有利的 跟着对自己没有利的 又不说呢 Will Smith在掌握了Chris Rock 之后 在上台的时候 当日 当场 已经向自己作出的行为 道歉 之后 还向奥斯卡的主办单位 道歉 而且在奥斯卡班上的儀式 结束了之后 还在IG上 和Chris Rock再次道歉 更收到来自奥斯卡主办单位 美国影视学院 作出的情组 未来十年之内 跟Will Smith 参加任何的奥斯卡班上典例 今天我们可以看出 Will Smith 的协议和诚意 并且都受到他应得的 惩罚 而我们又不是说 一句道歉就得大了 而是你Chris Rock 根本一句道歉都没有 古语有云 知错能改 善莫大业 他连道歉都没有 那你难道不谴责他吗 如果你反对Chris Rock 大家知道Chris Rock 比赛的今天都没有 就着奥斯卡掌握 恐怕他做一个道歉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出他根本没有任何的结计 大家知不知道 Chris Rock 在第88届颁奥典例里面 都出现了种族歧视的事件 事源是什么 事源是他在台上 拿亚洲人的黑白印象 和他的耗战性格 来说笑 受到一种亚洲人的抵批 可见是他当时 和现在一样 都是一句道歉都没有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 Chris Rock 是并没有履行一个公众人物的责任 就连他做错事之后 都没有声交代 一句道歉都没有 更加夸张的是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 发出这么严重的争议 Chris Rock 不断重复犯错 根本没有反省过他自己自身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说Chris Rock 应该受到更大的谴责 因为这个是 显摘是一个社会功能 身为公众人物必然有一个明星效应 他做的事多话少 都会对社会社会有一定的影响 公众人物必须要对自己所做的行为 或者发出的言论 负责任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的一言一行 必须符合道德规法 法律法规 作为公众人物 不可以说一些维会社会道德 扰乱社会秩序的一件事 更加不可以有任何的不良行为 公众人物必须有正能力的引渡 一台传逮者 作出 承认道理的mules pate 已经做到自己所做的错误 和互相证 Chris Rock Chris Rock 已经不是一个初犯者 而是一个再犯者 已经挑起了两次的争议 争议事件之后 都没有作出的公众人物 不应该受更大的谴责吗 正正 对 社会 社会作出的道德的谴责 是利用舆论的特点去对 被显摘的对象 施加心理压力 去做过 阻止他的行为意识 和他的行为行动 影响到普罗大众争相去模仿 有方同学要知道 舆论的压力是无形而巨大的 他并不是一个强制的力量 相反 他的力量在精神上 和道义上 是一个无形的影响 虽然没有他做一个强制的作用 不可以命令其他人一定要这样做 或者不可以这样做 但是可以表达出社会的傾向 提供一个价值观念和是非准则 对于社会上的行为思想 可以起到一个倡导和较出的效果 最好引起公众的同声检责 引导社会形成一个正确的氛围气氛 促使当事人有所省督 自觉反省和改正 请问我和同意 Chris Watt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 并没有旅行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所应该承担的报德站和小站 多谢各位 我首先问一问 大家有听到我叮吗? 有吗? 我很大声 有听到我叮吗? 二负是三分钟 好 月方二负同学 所用时间是四分零五秒 超时扣分 我要计算扣多少分 回头计算一下 每五秒扣五分 我要计算一下 总之现在我们下一个结果 月方二负是四分零五秒 好 接下来到台下发问的环节 因为我也很紧张 我也在想 是不是记错了不同时间 或者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呢? 我主席做得不好呢? 我也有点担心 好 同学 接下来到台下发问的环节 现在首先 是请正方排出辩元 同学请留意 你们的台下发问时间 是一分钟 准备时间一分钟 回答时间一分钟 所有时间 在剩下15秒的时候 我会认识大家 告诉大家 记住听听声音 和看一看画面 好 现在先请正方的第一条台下发问 示威示威 请问听不听清楚? 是 听到的 准备好 请说可以 可以 定 其实我方从来都没有反映过 语言暴力是一件错误的行为 而有方今天就不停重复 因为社会上对语言暴力的伤害的忽视 就等同于今天Chris这次行为 需要受到更加大的谴责 进而不停地类比不同的情况 例如说 父母对小朋友长时间的伤害 长时间的语言暴力 上司对下属长时间的语言暴力 甚至是一个人对 一班人对一个人的校园暴力的伤害 请问有方 为什么Chris这次的行为 就等同于一些长时间的语言暴力 甚至是多个人对一个人的语言暴力所带来的伤害 多谢各位 一分钟时间开始准备 再十五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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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粤方派出代表 请粤方派出代表 其实一分钟有一个很大的谋误 就是语言暴力 为什么是以数量来做衡量 为什么我不可以说一句 原来做了很大的伤害 如果以马来西亚航空事故 我真的说一句 他们死是活该死 那死亡者的家属怎么想 他们选故就很生气 语言暴力从来都不是以数量去衡量 一根倒数都是压 一根倒数都是压死一只老婆 所以根本不可以用数量去预言暴力 多谢各位 好的 接着来是请粤方的第一条台下发问 是 你是同学是吗 是 是 开一下发问 好 准备好 请讲可以 可以 小席评判在组各位 大家好 有方同行在主辩开始就告诉你们 Will Smith第一天是刑事罪行 Chris Lott所说的是民事罪行 所以Chris Lott的罪行就比较轻 但有方同行由开始又强调了事情的影响 才是评断 谁应该受更多的谐责标准 有方同行如果Chris Lott笑人被光头 搞到人家有什么冬瓜豆腐 伤心到他自杀的话 我们都会认为Chris Lott这个笑话 其实才是罪灰祸首 但有方同行又用这个理论性 Chris Lott其实做的事是错得比review speed低 其实是错得离谱的 难道一句话 就能够成为错少一点的理由吗 有方同行人言可畏 你难道又认为肢体暴力的疲力之痛 真的会被这些语言伤害 来得更深的影响吗 多谢各位 一分钟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 那五分钟休息 'll walk through the program 大家可能长平时 不你也没有想救 那五分钟 Add a breathing 25分钟 45分钟 三分钟 45分钟 滚凍 好,時間夠了,請隔方派出代表 準備好,請個可以 主題評判著述的話,首先感謝有方同的提問 但其實今天有方,剛剛有方嘗試說 克里斯的一句話的影響都可以很大 可能可以令到Jader去自殺 但其實有方全場都說不清楚究竟影響有多大 就是用一句話來說,就是人鹽可惠 其實現在是不是連一句玩笑,開一句玩笑都不可以做呢? 然後有方又說,其實肢體的暴力是比不上言語暴力的 但我方今天看到的是,克里斯被當眾打了一巴 打這個動作不僅使他身體上受到實際的傷害 亦都令到他心理上受損,令到他尊嚴掃地 那為什麼?有方你也知道尊嚴真達會造成 而因為一句話而造成傷害的時候 克里斯就不會因為這一巴 而造成心理和心理上的傷害呢? 多謝各位 好,接下來我們去回隔方的第二條台下發問 請問隔方的第二條台下發問 是哪一位同學呢? CY請問聽不聽到? 我看看你的樣子在哪裏 你再說一次吧 CY請問聽不聽到? 聽到了,準備好講可以 準備好 正 正如網方署便所說 其實史密斯聽到這個玩笑的第一時間 都是覺得沒問題 甚至乎一起笑賣 即使這句玩笑不合當 請問有方文學見到史密斯挑起事件的時候 史密斯的反擊是否等於合理呢? 是否只要動機是正確 就等同於他需要受到的譴責 是沒那麼大呢? 謝謝各位 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有十五秒 有十五秒 請月方派出代表 請月方派出代表 一副同學是嗎? 剛才是主編 現在是一副 好 準備好講可以 可以 正 幫助畫作 兼顧著的朋友 大家好 先來付錢 合考時間 回答個他問題 現在剛才和我說 Ruleswith聽完這句話之後 他感覺到沒問題 正如出合打我 之間比說比較多 其實若學聽完這句話之後 再看看他的老婆 然後發現他的老婆 面 Ouilled 所以現在外妻深切,動手打 而且董基,我們沒有說過濾行為是丁博的 我也知道過濾行為是不對 但是他們是因為出於外妻深切 而且 Chris Walk 以他老婆這個 天仙的特病而造笑話更加不對 好,接下來請粵方的第二條台下發問 準備好了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首先我要為我方澄清,我方從頭到尾都沒有承認肢體暴力的傷害 但回看今次奧斯卡掌掛風波的事實 Mill Smith 所說的粗口和掛了那一巴掌是否真的這麼嚴重呢 有沒有這麼嚴重去搞到別人的尊嚴素地令人心理受到傷害呢 但有分學有沒有想過其實他只是為了保護家人 還有這一巴掌會不會令到Chris Walk 明白到他自己的錯誤呢 而不是心理受到傷害呢 有分學,事實上這一次你承不承認 Chris Walk 所做的事其實是真的很嚴重地令到別人的病人受到傷害呢 多謝各位 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15秒還有 好,時間夠,請派出代表,隔方 隔方二副代表 OK,隔方二副的,好,準備好講可以 可以 OK 主席,評判住各位 剛才台下發問的時候 同學就直接已經承認了 原來他打這一巴掌 是可以令到Chris Rock去醒悟 有方同學從來都沒有理會過 到底他打這一巴掌 到底帶來是有幾大的傷害 就單單和我方說 原來他打這一巴掌 背後有原因就是大了 到底到最後原來有方同學 只不過是看他背後的動機 因為他背後有原因 所以做什麼都是大了 到底這個是不是一巴掌 合理的尺 以再來,其實我方也跟有方同學說過 有方同學你所謂的 這個語言暴力受到的傷害 先不說有方同學你從來都沒有認證過 這個動機在哪裡 有方同學也沒有說過 為什麼語言暴力受到的傷害 就是比肢體語言受到的傷害更加嚴重 反正有方同學在最後結辯的時間 認證清楚了 多謝各位 正好一分鐘 好了,現在台下發問的環節就是結束 馬上就會到結辯環節 但是雙方是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之後會先是反方作出結辯的 反方結辯是四分鐘的 好了,現在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定 再十五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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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時間夠了 現在先請越方的結辯同學 是有四分鐘時間的 可以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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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堅持戴他的臉書 就算被鄰居投訴那一代的臉書 查理德依然堅持認為 只有黑庫的訓練才可以改變平穩 雖然查理德一直都用他苛刻的訓練方法 去訓練他的女兒 但其實查理德只是用他的另類的方法 去改善他家人的愛 回到Williams Week 在奧斯卡班掌位上掌掛Chris Locke的事件 我們一起想一下 為什麼Williams Week會掌掛Chris Locke 原來是因為Chris Locke 以美國戰爭電影援我雄心的女主角平頭形象 是比喻Williams Week的老婆Dada 因為她發病而成為的平頭形象 叫她去飾演故我雄心的第二站 這種以他人的病跡 開了夢笑簡直是直接的保育 就好像有人對著我 就好像有人跟我說 我的手是殘廢的 這種直接的保育 這種對我的恥笑都是直接的無用 因此 當時Williams Week就忍不住直接衝了上台 掌掌Chris Locke 但Williams Week 當下是因為出於保護家人 好像王者世界裡面的角色 查理德 用另類的方法去表達家人的真治案 兩者的動法雖然都未必有人理解 但其實他們的出發點都是嚴重對家人的愛 不過Williams Week事後都知道自己做錯事 所以他在領獎的時候對在場的人倒極 為破壞現場的戲 忽然這樣的保育 之後再一次在四根門擠上面 對所有人倒極出擊 我們充分地感受到Williams Week是對事件的負面 但反觀 Chris Locke在事後是完全沒有再任何回應 作為整件事的主助勇者 我們不難發現 Chris Locke是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是鴻毛灰 最後我希望大家可以想想 Chris Locke雖然在公眾場合打人 但Chris Locke 但他出手打人的動機是什麼 是因為一己私勇 不是 是因為他想保護他的家人 保護他的老婆 出於對他們的愛而打人 所以其實整件事本身是好的 但他就用了錯的方法 不過 既然他都對自己的行為做了負責任 是否應該還要受到更大的檢責呢 還是應該由整件事都沒有做到任何回應 葛藉的Chris Locke受到更大的檢責呢 多謝同位 好 月峰劫便所用的時間是3分15秒 所以是不需要叮叮的 接著就到隔方的劫便 你同樣是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 叮叮 專門做了各位 克里斯是以鄧督少作為她的影藝士兵的人 而提起鄧督少相信沒有人會不認識王子華 王子華曾經擔任2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主持 在開場白那裏介紹03年上映的電影 其中有一句話 現在香港最煩惱的是很多政治爭拗 香港人很迷惘 所以就拍了圖 向左走向右走 當時在場的特首董建華 就好像韋斯默夫一樣坐在第一行位置 鏡頭專門拍董先生 他叫做一個要跌不跌要笑不笑 只想想如果當年董先生好像韋斯默夫一樣 衝上台打王子華一巴 情況又會變成怎樣 是否可以好像某方那樣 只是說他得罪我仙家的奇好 來為董先生辯護呢 華今花就來到結變的位置 不妨來總結一下今天的三個戰場 看一看這場奧斯卡頒獎典禮的鬧劇 第一,投量的準則 我便覺得開頭那個人一定是錯了 那方都承認克里斯的確是有不對 但是那方今天是以法律來做合理的標準 因為法律是我們大眾的共識 說明我們是承認這件事 是一個應該受更多的譴責的行為 而那方就舉出了更多的標準 第一個是始作俑者 如果以那方這樣的標準 我剛才舉的例子裡面 黃子華被董建華斯山打一巴 難道黃子華還要負更大的譴責嗎 第二,就是覺得Chris之前有不好的背景 其實有一方這樣的做法 簡直就是標籤一些不好的標準 就應該受更大的譴責這樣合理嗎 而克里斯的原意其實都只是帶動氣氛 但我猜到會被有一方說成這樣陰謀 就覺得Chris的一個言語 就可以造成言語的傷害 會影響到病人好心 其實我方全場都在追問這個位置 但有一方是完全達不到的影響有多大 所以並不是我方 漠視了語言的暴力 而看下克里斯被當眾掌掌一巴 她的自尊受損 難道跟言語造成的傷害 不是離比的話 不是隨隨隨便重大嗎 所以其實有方直到台下的位置 都是非常雙重標準的 而在法律這個公平的標準下 肢體暴力是你應該 比言語暴力受到更多的譴責 第二,在處事態度方面 我們就說到史密夫這樣做情有可原 因為是互妻深切 但是打人本身比起可原笑 就是一件相當錯的事情 所以有方其實只是看到克里斯的過錯 全場都只是在那裏讀稿 淡化了韋斯密夫應該要負的 也都不斷地宣染 誇張著韋斯密夫打人的苦衷 和克里斯所說的那一句話的影響 說到韋斯密夫不需要負任任何責任 和誹謗罪 而有方回應我方 就真的覺得道了歉就沒問題 只是在那裏讀稿 道了很多次歉 邏輯是非常奇怪的 而克里斯是完完全全 沒有因為他受到這個恥辱 打回頭 他沒有這樣做過 可見在態度方面 克里斯的態度其實已經比韋斯密夫好得多 韋斯密夫理應是受到更大的譴責 還是處事的行為 對於大眾來說 其實藝人要如何面對別人的開玩笑 他已經成為了藝人的必修科 韋斯密夫作為一個美國演藝學院的畢業生 是一個在演藝圈裡面 明知頂著這個畢業生投降 打滾了27年的藝人 對於人家的開玩笑態度 卻如此的衝動明顯有失禮 而在台下發問的時候 有方已經在合理化 Groosmith這個打人的舉動 就說難道不是讓Chris Walk 他可以認清自己做錯的事嗎 是非常之荒謬的 相反看一個正面的例子 就像一個上升演員一樣 他被人開玩笑離婚一試 還會把兒子拿上桌 不過他也從來想打人 其實在城市上面雙方都有錯 但如果用今天流方的邏輯 當年開場所說的那一句話 明顯是受更大的譴責 請問還有沒有人會說棟篤笑呢? 結果就只會好像社會不能容納 以欺笑浪漫來諷刺 諷刺時貝的表達方式 因為永遠都不知道紅在哪裡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人衝出來打自己一巴 請問有方是否就是想這樣呢? 多謝各位 4分09秒是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的 好 去到這裏 今天的比賽 就是暫過一段落 提一提評判 每一個格都要給分 扣分 我稍後再一次提一提評判 究竟哪些同學是要扣分 和扣多少分 因為我也想再重複查一下 接著就是最佳辯論員 是需要額外評分的 不一定是參考台上的表現 可以參考整場的表現 好,我們現在回來了 小優結束 請兩邊台上的同學 再開啟你們的鏡頭 在雙方都在場的情況下 讓我重新一次扣分的情況 讓評判和雙方都是知曉的 今場是有三位同學需要扣分的 反方的開辯同學是超時的 扣五分 反方的一副同學是扣五分 因為兩位都是超時在五秒之內的 反方的二副同學總發言時間是四分零三秒 他應該要發言時間是三分鐘 所以每超時五秒就扣五分來計算 這位同學是要扣五十分的 雙方有沒有疑問? 沒有疑問的話 我們現在首先請評判給一些意見 我們首先請香港華人書院中文辯論隊教練 張俊惠先生 謝謝張先生 謝謝主席 大家好 首先在我說這場比賽的評語之前 容許我先脫離比賽的內容 我想先說兩件事 第一 我明白這場比賽出現了很多時間的問題 我希望反方的同學 粵方的同學 可以先聽聽評語 因為 如果你說過賽果的話 當然在扣這麼多分的情況下 都很清楚了 我想你們都 我看到你們超時之後 你們的反應 都不太開心 或者是比較辛苦的 有經歷到 但是無論如何 雖然勝負很重要 但是在聽評語的過程 想你們先放下超時的問題 這件事是要改 應該要改 之後都一定要改 改可能在設備上也好 或者你們的意識上面控制用時也好 但是這一刻 內容和演說上面 都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無論如何 希望你在整個評語的環節裡面 先聽了這些部分 盡量去吸收 先放下超時的部分 這個我想說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也不是很關於今場比賽內容 但我會先說一些 刑罰或者譴責上面的概念 未必跟今場比賽直接有關 但我覺得雙方在理解 有了這個理解 之後再聽評語是會更清楚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我覺得今場裡面 大家可以說了很多的因素 有機會 你會覺得是關於 顯不顯責一個人事 但是譬如 一般我們說 譬如法庭這樣 如果一個人犯罪 判刑的時候 是怎樣處理的呢 都會有很多的因素在 例如最簡單的 一宗傷人案 我們這樣才算 可以是罪責的問題 罪責就是 那個人要負責任 裡面會有什麼影響呢 可能是嚴重性 就是說傷人 那傷人究竟他只是 蓋他一巴巴 打他一鎚 還是有實際傷害 還是有流血的 還是怎樣呢 還是有永久傷害呢 可以是嚴重性 反映在罪責那裡 也可以是一些 其他的因素的 例如會不會是有 預謀犯罪呢 還是只是一時衝動呢 也可能會不會是 黑社會打架 是很多人和很多人一起打 還是只是單對單 一時衝動打了一兩下呢 這些都是一些因素 或者有沒有使用到武器呢 這些都是一些因素 會影響到罪責 但是在罪責以外 也有其他因素 例如 那個罪犯 會不會有更新的希望 即是他可能實際上是年輕的 你判過刑罰之後 可能刑罰不要對他的前度太大影 這可以考慮 或者更普遍一點 對於整體社會 例如會不會當黑社會上 那個作用是特別嚴重的 可能是一些販毒 或者早前的一些 使用卡的騙案 或者是香港的旅遊城市 因此對一些打荷包的這些問題 需要特別正視 因為他對於社會的 整體的影響比較嚴重等等 就是會是一些 再廣泛的政策考慮 所以如果是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你們對於這些用字 即是你怎樣描述的傷害 以及背後的原因 以及比較就要再想得多些 即是某一件案件 它可以是因為 反映罪責那部分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要判重刑 也可能是某些案件 它是年輕人來的 所以它更新的希望 或者是一個對社會有公職 是做了很久的 所以對社會有好貢獻 可能那個因素是會比較重要的 那哪一個因素最為重要呢 就都需要它說出來的 那好啦 如果回到這場比賽的話 我首先講一講 主面上聽到的內容 政方會講 就是肢體暴力 但是政方也講得相對簡單 因為政方是說 本質就是暴力 暴力打人是不可取的 例如我們法例都會有傷人罪 誹謗就是民事 那你講到暴力這件事是不對的 但是在這次案 即不是案件 這次事件上面 那個暴力的程度 或者它的傷害 你是因著它打一巴掌 這一下的傷害很大而覺得要罰 或者是跟言語比較 暴力是嚴重一點 因為有身體傷害 侵犯都是身體自主權 還是對於社會來說 你促進了一種 可以用暴力解決問題 而之後 這種概念不好 即你是講哪一種 其實可以明確一點 或者你之後 在一二負的時候 都可以再就某個部分 來做延伸 而相反 反方說的 言語暴力 對社會影響似乎是說得多些 而是因為它開始用的是 青少年受到校園欺凌之後的抑鬱症問題 或者日本的自責問題 那你們是講到言語暴力 這件事可以很嚴重 但是同樣地 這一次究竟你是 講不講到 你會不會覺得對於 Jada本人的心理創傷而言 是嚴重一點 還是你覺得 是美國 或者歐美 或者世界上一些 以幽默作為藉口 但是無底線的笑話 這個現象是有問題 而值得被修正 所以特別需要譴責 那你是在講哪一種 我覺得可以再明確地去指導 而反方的論點二就是有重複道歉 那也是有重複道歉 而反方的論點二就是有重複道歉 而反方的論點二就是有重複道歉 所以這處都是一樣的 但是到了負變的時候 分別就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我覺得反方 越方 二位負變的時候 sorry 二位負變 一負是講得太多 沒有底線的原本 或開玩笑的界限在哪裏 而義父會說得太多說明星要對自己的言論負責任 但是這兩樣東西你會想說完之後 你有沒有回應到剛才正方說的那些因素 可能歸納了都是影響著聚責 又或者是影響著嚴重性 但B一樣是應該先擺放的 會不會是例如他再次道歉對文化修正的狀態會比較大 可否給予這些比較點出來呢 而相反正方的負面在歸納上會相對做得比較好 例如結構也是很清楚 例如一父會先說傷害 接著會說他會不會重蹈覆射 亦會說他的動機上 所以負面上我會覺得正方的歸納會做得比較好 但我會覺得如果你們可以怎樣推進更好 或者討論再清晰一點 就是不再限於討論那個因素是否重要 或者那個因素是否存在 你不只是說動機上是否真的有動機做這件事 或者是否因為他為了保護家人就可以這樣做 不是單純是這個質疑 可能是再進一步去說 例如社會上有沒有這種觀念 值不值得去推崇這件事 或者是值得去譴責引起公眾的討論 來去硬抑這件事等等 那這個討論會更好一點 那我想主要內容上的比分的位置就是 看剛才的位置那裏 那我最後只能說一件事 就是我建議正方在那個 說一些人名字的時候 都可以更清楚一點 因為我建議你有時是用中文 有時是用英文 那我本身打算你一開始是用中文的 那我就想你們可以全部用中文 但是變態其實有英文 但是你也有人用英文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直接用回英文 一致一點就會自己說 都沒有說得那麼辛苦 那我想我暫時的評語到這裏 交給另外兩位評判 好,謝謝張先生 接下來我們請會資中學辯論隊 負責老師李靖權老師 權哥給大家一點意見 其實都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剛才那位評論都說了很多 那我純粹分享一點點 我聽完這場比賽的感覺就是 大家好像沒有怎麼看過變態 但是其實那個字眼 這個我是在王傑偉學的 他曾經說過的就是 變態出德 每一個字都是有它的因素 每一隻字都要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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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有什麼 每一隻字的空間究竟有什麼去說 而且如果大家不太理會變態說什麼 純粹其實大家會 我覺得 從我角度 我不覺得大家在討論這條辯題 因為這條辯題是在說譴責 但其實你們不是的 你們兩邊都是標準 就是總之誰不太適合 總之誰不太適合 譴責一定會更多 究竟什麼為之譴責 譴責有什麼功能 我今天就是聽過 有一位變元出來說過 譴責是有社會功能的 但是他講不到 不知道有什麼社會功能 實際上譴責就是為了什麼而存在 有什麼社會功能 各方怎樣去利用譴責這件事 各方怎樣去利用譴責這件事 雙方是沒有提過的 這場就變了大家就在那裡爭辯 到底誰不對 跟著變了最出的東西 永遠就只剩下那些 你打人 打人一定不對 另一邊 會保護家人 保護家人就可以打了 整場比賽 你變了一兩三句話 就打完 你講完這麼多 到最後 你只是想說那幾句話 但是 一場辯論比賽 不應該是這樣的 是有很多空間 你可以想的 例如 講笑話 講笑話 在奧斯卡裡面講笑話 是兩件事來的 為什麼沒有人去想過奧斯卡頒獎 都寫明奧斯卡 那個辯題裡面 為什麼沒有人去想過 奧斯卡頒獎 他講的笑話 是不是他喜歡上台 講什麼都可以 不是的 逢這些頒獎禮 都一定是之前 他幾個月之前已經收到 知道自己要做嘉賓 知道是要說什麼 人家通常這些 就算香港的電影金像獎 都一樣 都量稿給你的 那你撕爛了別人的稿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想一下 你說的話 你這個台 究竟是奧斯卡頒獎禮的台 還是你自己賣票 開棟督兆的台 是兩回事來的 所以 變成大家 當然都好像說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 沒有針對條片題 最關鍵的字眼和背景 去做研究分析 到最後就變成 好像我剛才那幾句 基本上大家的立場角 講這麼多話 其實都是歸納了幾句 就打完的 然後有一些很奇怪的標準 例如正方 有些很奇怪的標準 我覺得奇怪的就是 其實你如果照你的標準 其實這場比賽 實際上都不用打 打人是刑事 然後 另一個 講話的話 最多是民事 而刑事一定比民事嚴重 其實這場比賽不用打 你法庭判就可以了 究竟誰不穿多些 你上去法庭判就可以了 用鬼來爭辯 你爭辯就是要爭辯 你爭辯就是要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不就是從法律角度去看 誰受到譴責 譴責不是法律上的事 法律上可以是社會服務 可以是要你坐牢 但是不會純粹 我法官我罵你兩句 我罵你多些 罵他少些 打完了判完了 大家回去吃飯 不是這樣的 所以你拿法律去做那個標準 我覺得是有 這次刑事一定不進過民事 所以這場比賽不用打 我覺得 不是一個很 聽上去不是一個 會吸引到我 或者我覺得是 合理的判定標準 反而我覺得 有些事情 你們隔方那邊 應該要多說一些 例如 你說語言暴力 會令我心理傷害 很可憐 打我一巴掌 打人一巴掌 是不會受到紅氧的傷害 其實我覺得 甲方很重要 對你們很有利的事 就是 其實你越方最多 當你說語言暴力的時候 會造成心理傷害的時候 你打他一巴掌 是在心理上有損害之餘 身體上有傷害之餘 其實都是會導致心理上有傷害的 你以後上台再講話的時候 我怎知道 會不會有個人衝上來打我一巴掌 這個安全感的消失 是會影響到他的心理 除了會影響到他的心理健康之外 也是會影響到他以後 做那個工作 會令到他工作上面都會有影響 這是你甲方很強的一點 但為什麼你不提 沒有研究過 純粹是很想很簡單 你犯刑是刑事罪 刑事罪一定嚴重一點 那麼打人 打人一定不對 太簡單的 令到你有很多更加重要 更加能夠 別人不扣分 你都會贏到的位置 你沒有好好的去把握 所以這個 無論比賽賽果是怎樣都好 當然比賽賽果很清晰 但是 甲方今天要去留意的就是 第一就是 這個辯超園 辯題都是那些人出 其中包括王杰維小姐 他都說了 變題每一個字眼都有空間 即是以後變超園的變題都是一樣的 麻煩大家看清楚這條變題 每一個字眼有什麼空間可以利用和把握 如果這樣的話 就會令到主線 作為評判 聽起來就會更開心 更好聽 其實聽完我這樣說之後 其實都是一樣的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 大家都是沒有好把握變題的字眼 過時就不說了 總之 其實都是一場聯賽 聯賽有什麼好處呢 聯賽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輸的 所以聯賽輸一場 輸兩場都可以拿冠軍 沒問題的 不是一定要你贏了 就是你淘汰賽一場輸 你犯了這樣的錯 你就整個杯 沒有機會再爭榮詞 玩完了 沒有下次機會了 聯賽不是 聯賽是讓你可以輸 你可以用很多千奇百歲的方式輸的 所以 我想大家用這樣的形式 千奇百歲這樣輸一場比賽 不要緊的 你當一個笑話 也是當一個笑話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你在這場比賽中 你學了這個教訓 下次你可能是 下次你面對這個情況 面對丁丁 就是面對丁丁 就快丁丁丁的時候 你下次面對的時候 可能是勝賭決賽 可能是基本決賽 你這次學到的東西 可能下一次用下去 令你可以贏到一場更重要的比賽 就可能是這一次的 所以學到這個經驗 下次繼續努力 好 謝謝 謝謝權哥 各位 我又給一點點意見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要討論這類型的題目 這類叫什麼呢 就是非政策類的題目 是討論哲學的 和大家平時打政策類問題 最大的分別就是 你很難用一些成效的指標 方案、可行性去質疑別人 更加像什麼呢 更加像是四篇有感染力的 有令人共鳴的演說 這一類型的辯論 最大的特色就是 同學講的題材 或者分析的角度 要夠深入和廣闊 最忌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是很難談的 剛巧我帶了兩對同學 剛剛一個甲方一個月方 前兩天他們自己打場MOTI 他們犯下的錯誤 我亦都在今天這一場見到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的問題 大家都會有 大家都會犯的 證明其實是正常的 就是犯都是正常的 大家學習一下 第一件事 大家不要介意 我接下來的說話有少許 如果你覺得不適合 第一就是 很容易流為一場 我講笑的 粗皮少少說 會變成一場 八婆仔的辯論 一個就勁踩Chris Rock 一個就勁踩Will Smith 而缺乏比較 以及客觀 而比較有參考價值的 一個框架和標準 很明顯這一場 也是發生了 大家只是爭著 他們兩個人本身的動機 細節 等諸如此類 去討論這件事 但實際上 你這樣咬法 跟Anson Lo和姜濤 哪個英俊 應該是MIRROR的擔當 你不能咬4-3-3-4的 其實 這件事 大家應該在比賽的時候 就會有發言 就是 如果你純粹從一個 個人的角度去討論的話 其實你可以爭拗的地方比較小 如果大家選擇是從個人角度 你就要想 既然只有一個人 我沒有辦法 由一個人 橫向發展到多些範疇 持份者 不同政策題 那怎樣呢 我唯有就打直去想 這個人事前的動機 這個人事發當時的行為 這個人事後的表現 這個人對其他人造成的影響 這個人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 這個人以前是否慣反諸如此類 如果你要純粹討論這個人 那大家可以討論的範圍 就應該是這樣深密一點 如果不是 那怎樣呢 你就要跳出純粹討論 Chris Rock和Will Smith這兩個人 因為 這條題目出題的目的 真正的原意 相信大家應該都會明白 是討論肢體暴力和言語暴力 哪一件事更值得譴責 這裏就回到第二件事 同學應該要理解的 就像權哥剛才所說 的確的 我們每一個字眼都很緊張 因為的確 大家都知道 如果讀法的同學 將來會讀法 想讀法的同學 或者你現在揭一下法律 你就知道 一打開第一件事是適宜的 所有的法律都是第一部分 簡單到 什麼叫快艇 或者機能快艇 可能都要適宜 尤其是在一些不是這樣的政策題目裏 每一個字眼都包含很豐富的內涵 比較複雜的意思 你們不照顧每一個字眼去說 你就收集了自己的辯論空間 剛才權哥有說到譴責的意義是什麼 大家沒有討論 接著 風波是否有一個討論的空間 風波有兩件事 我叫做風波 即不是那個時刻刮你的花 例如有沒有事前事後的時間線 我沒有聽到 有沒有對其他人的影響 風波得 即是萬言虛虛的 其他人又怎樣看 這件事完了之後 是不是很多人支持Will Smith 還是很少人支持Will Smith 大家引起的討論又是怎樣 第三 好像權哥這樣說 奧斯卡 奧斯卡是什麼呢 一個公眾場合 當日是一個什麼活動 直播活動 全球有多少人看 幾千萬人看 這是一個什麼典禮 在全球電影界中 其中一個最觸目的典禮 是一個電影業人士 最期盼的節目 應該是最高的榮譽 而Will Smith當日 也是拿了當屆影帝 好了 所有這些東西合起來 你怎樣理解 那件事是否應該受譴責呢 他們兩個 Chris Rock和Will Smith 當然也是公眾人物 好 接著第四件事 這條題目雖然是甲粵題 但他實際上 在這條題目裡面 有說了一個更字 如果將這條題目 合而為一的話 其實是說 Will Smith 比Chris Rock 更應該受到譴責 還是調轉 換言之 同學是需要有比較 但剛才我發現 要去到很後場 大家才真的拿出了一個比較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是源於雙方各自有自己 不是那麼理想的差錯 隔方的差錯 就是在於條題目太窄了 論點太單一 你的開便一開 已經是開得兩範 一範叫做本質 一範叫做影響 本質就是法律 影響呢 其實就是電影業 但實際上對電影業有什麼影響 是沒有追蹤的 之後全場 去到一副二副都好 雖然一副二副 那個反駁的技術是不錯的 但我同時也看隔月方 隔月方的題目是什麼 不是正反方 所以我會緊張的是 同學有沒有做好自己的立論責任 因為你現在不是做反方 你做隔方 你也要合作 或是反駁自己的線 但我發現 這個正方由一副同學打後 幾乎是沒有再豐富自己的論點 不外乎是重新 哎 總之練習犯法 犯法就比較重要 然後將大部份的時間 放進去做反駁 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是輸蝕的 好 反過來 月方的同學 那個言語 或者技術 表達的層面 是較為信息的 這方面就要下多少少功夫 可能緊張 其實兩邊都有點緊張 今天可能很久沒有打比賽了 但在內容上 我又覺得欣賞一點 如果純粹從角度夠不夠寬闊 今天月方堅樂 中學的同學的角度 是明顯比隔方豐富很多的 例如他們有說到動機的問題 他們有說到後果的問題 他們有說到傷害大還是小的問題 他們有說到笑話這件事應該怎樣理解的問題 他們有說到究竟哪一種行為是言語暴力還是肢體暴力 是更應該值得忽善 所以很明顯 那個討論範圍是闊很多 不過有些可惜的 就是我以上講的所有這些事情 都是雜亂無章地散落在四位同學各自的講稿上 似乎還欠一些時間 把它整理好 就好像一顆好吃的金沙 但是那些紙、瓶紙、金色的紙都散開了 那你要我自己分子料理填回它 那評判就沒有責任跟你分子料理的 所以在這方面 分數上就會欠介一些 另外就是 凡是這類型的題目 需要多些其他援引其他的例子 或者其他的一些比喻 去豐富那個內容 在這方面可能正反雙方的同學 都會做得沒那麼理想 總結來說 政策題 我們看了很多論據 但其實這一類更加重視論述的題目 雙方可能 就算你不能夠開闊思考的角度 或者論線有更多豐富的看法 你起碼當著一個位置 你都需要轉得深入些 用多些不同類型的論述手法 例如什麼時候給我一些例子 什麼時候給我一些願景 什麼時候調轉來想 或者我們很簡單地想 我們現在要譴責Chris Ward多些 What if我們不是這樣做 What if我們是譴責Will Smith多些 那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反過來 我們現在要譴責Will Smith多些 What if我們不是這樣做 Will Smith是打人 我們當然要譴責他多些 可能吉方說 What if我們不是這樣做 我們又實際上 在社會發出一個什麼訊息呢 是不是像你們剛才所說 出師有名就打得人呢 你們去到一副的時候 其實是有義務論的 可惜這個自證是出現過一次 就沒有人再說了 消失了在條拉裡 這裡我都會覺得是有少許可惜的 現在我就宣佈賽果了 今天月祖第三輪賽事 變題是 隔方奧斯卡掌刮風波Will Smith 應該受到更大譴責 隔方奧斯卡掌刮風波Chris Rock 應該受到更大譴責 隔方是保禄六世書院 隔方是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首先宣佈今場的最佳辯論員 最佳辯論員是隔方傑辯王佩儀同學 至於賽果是3比0 隔方保禄六世書院勝出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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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